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可能忘記了香港發生這麼多事情 今年四月長毛梁國雄在中聯辦外面示威 突然有一個白拿著一個利器 我後來看真一點 原來都是一個好像錯一樣很重的 一個金屬的利器 刺向長毛的腰 當然是刺到他受傷流血 不過情況就不是很嚴重 就說長毛就搞事了 在香港搞事在中國搞事 這位老翁 這位超過八十歲八十一歲的老翁 黃心球就認罪 他在庭上是這樣說 我是有意的 我是為香港出頭 契天行道 如果有槍就用槍了 一個許智峯一個黃之鋒 兩個遲早都要死 這個裁判官就 還未判刑的 因為他認罪就不用怎麼審 他認罪 就說這個老翁是熱愛社會 因為政見不同而犯案 於是他就說現在要押後才判 要先聽聽這個報告 社會服務令是其中一個判刑的考慮 下個月中然後才正式判刑 他就保釋 這件案很簡單 就是長毛和他的社民連的黨友 就在中聯辦外面示威 4月16日 這位老翁就在西盈盤的軍益大廈 那裡襲擊梁國雄 令他受傷 當場被警察捕獲 我看到一些新聞的圖片 警察就搶了他手中的利器 那個利器是一個很長的 我想長的手掌去到手臂那麼長 就是一個很重的金屬的利器 他又不是嘗試把刀好像是錯的 當日就說這個中聯辦高調干預立法會的事務 長毛他們去示威 也是聲援郭榮鏗 接受記者訪明的時候 突然這位老伯就走過來 用那個尖鑿 鑿刺他的腰部 立刻抓了 他其實馬上就認 他說是我插的 這些在香港人搞搞鎮 在中國搞搞鎮 我來教訓他們 讓他們知道香港很多人不喜歡他 那法庭宣布控罪之後 他就循例都會問 被告人應不應罪 他說我認又行 不認又行 總之搞壞我們中國的地方就不行 他說我現在替天行道 無論是否梁國雄是皇帝我都會搞他 這樣 這樣 那法官就跟他說 這位姓鄭的法官 就跟他說 叫鄭紀航 你身手都挺好 這樣 他說是呀 我以前香港很窮 吃了蛇 所以身體這麼好 那被告就問 這個鄭紀航 法官就問他 同不同意案情 那被告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我為香港出頭 沒有人逼我的 我自願的 你是不是要求情啊 那這位白人就說 沒有什麼要求情 我說有意的 你就拿正來做吧 我為大家好 不是為自己 一個許智峯 一個黃之鋒 兩個遲早都要死的了 那法官就去檢視那個 那個黎氣 金屬黎氣 就說 都挺重 這個鋸都挺硬的 尖銳的 有份量 那鄭官就問 阿伯 你是不是用這件 鋸來犯案的 是啊 難道用槍呢 有槍我都會打他 在五金舖買的 那鄭官就說 己所不辱 物私於人 那這位叔叔 阿伯就有兩項賭博的刑事案底 也都這麼說的 鄭官說 傷者傷勢不嚴重 只是又要擦傷 不需要留遠 他說 根據這個案例 有上訴人 同樣被控襲擊 製造成身體傷害 原本在裁判法院被判兩個月 上訴之後 改為160小時的社會服務力 他說 這位被告行動敏捷 口話熱愛社會 因政見不同而犯案 相信其身體 是可以服務社會的 他不會反對社會服務令 鄭官又說 被告雖然心理適合 但未知身體適不適合 所以要索取其社會服務令報告才判刑 法庭 然保留監禁的可能性 未判 究竟他要坐還是不坐 其實 81歲 相證是83歲 81歲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個80多歲的伯伯 坐不坐 其實 第一不會坐 判他坐幾年那麼久 我相信 因為梁國雄受過傷害不是很嚴重 我覺得沒什麼大分別 沒什麼大分別 原因是什麼 對他當事人來說 沒什麼大分別 可能幾個月出來 他也覺得自己 我替天含到而已 所以我 這樣做的原因就是 我認了 我是 有槍我都會打死他們 一個許智峯一個黃智峯都要死 對他個人來說 錯和不錯沒什麼分別 但我覺得這件案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那個官 說的話 會引起 不只是引起社會有什麼反應 社會一定會很強烈的反應 黃絲就肯定說這個官 判得不對 或者這個官說的話 是縱容這個藍絲 藍絲 藍絲 去用 這個 他都說很重 很有奮量 這些武器 刺得深一點就會死 長村土難 竟然說他因為他熱愛社會 所以就考慮社會服務令 我覺得 引起社會的反應 又或者 令到 不同的人 可能會有一些 嚴重後果的解讀 這個才是令人害怕 怎樣嚴重後果的解讀 這樣 我就說你判他 多重 你那個 那個算不算是判詞 就這樣說 我還是未算的 你判他多重 奶念他一個81歲的老翁 你可以判輕一點 但你判他輕 和重 對於這件案情怎樣解讀 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 鄭官口中的熱愛社會的人 就可以用暴力來對待 即是他不同政見的人 甚至在法庭上 就這麼大聲說 說有槍都一槍打死他 黃之鋒和許智鋒都會死 都應該死 那個官會不會 看完他的回應之後 覺得這個會是一個危險人物 如果都說他因為熱愛社會 而輕輕地放過他的話 那會不會被 其他人聽到 我都是熱愛社會 我都是替天行道 所以我 殺了人 或者是對其他人造成嚴重的傷害 我都不會有嚴重的後果 會不會有這個 作用產生出來 會不會是釋出這個訊息 給其他人 你試看看這位同樣是鄭紀雄 法官 在過往的一些判案裡面 至少網友找到兩宗 一宗是一個34歲的地產經紀 他什麼都沒有 警察搜到他有48條索帶 就告他管有攻擊性武器 法官就說 索帶的數量可以快速接駁加長 捆綁鐵欄或者雜物 用作武裝衝突 嘔鬥傷人或者障礙交通 最後什麼呢 判他五個月五個半月 拒絕他保釋 等候上訴 另一個就是二十二世的設計師 就說用雨傘打向警察的頭盔 管有兩支噴漆 當中襲警罪以五十日為兩刑 管有兩支噴漆 五個月為兩刑 起點 說噴漆 意圖是必然用來 塗鴉宣揚暴力 只會破壞和分化香港社會 最終被判監五個月 五個半月拒絕上訴 拒絕保釋等候上訴 同樣是鄭紀雄法官 如果你說他熱愛社會 說這個老翁八十一歲的老翁熱愛社會 我想問 這個三十四歲的地產經紀 二十二歲的設計師 是不是同樣熱愛社會呢 不過政治立場不同 是嗎 他說這個老翁因為政治的原因而犯案 那麼這三十四歲的地產經紀 和二十二歲的設計師 是不是同樣因為政治原因而犯案呢 如果你說這個老翁那個案情 他是傷害到長毛 雖然不是很嚴重 但是刺大力一點 他很沒有有力 說身手很靈活 可能會刺進去 刺到內臟 他腰部接近腎 或者接近腸 或者肝臟 會不會對他造成嚴重的傷害呢 而這三十四歲的地產經紀 和二十二歲的設計師 有沒有對別人造成嚴重的傷害呢 如果判這個老翁用社會服務令 為什麼判這兩個人要坐牢 不讓他保釋等候上訴呢 如果你從一個官 我就覺得這樣 法官是有政治立場 法官是一個人 也是香港市民 法官對過往年幾發生的事情 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有些會同情學生 有些會對 例如阻礙交通 破壞公共知識 感到很厭惡或者很憎恨 我身邊的朋友 有藍的也有黃的 人之常情 我經常說 但是你坐得那個位 坐得那個位 你不能夠 對近似性質的刑事案 又或者甚至 比相對地 嚴重得多的刑事案 有完全兩套判案的標準 這一點很重要 這個是 基本上是對香港的司法制度的要求 不是說因為我是男的 所以我就專門整治黃 因為我是黃 於是我就專門判男的重刑 不可以這樣 即是 你說這位 八十一歲的老翁 熱愛社會 所以 因為政見不同 所以犯案 就是等於他 判社會服務令 可以值得同情 那我就覺得 你給出來的 訊息 就是鼓勵其他的人 因為有不同的政見 可以犯案 可以 傷害他人身體 而且 他在庭上面 已經揚言 會繼續犯案 有槍就 一槍打死 即是打死他們 許智峰 和黃之鋒 應該會 遲早都要死 這些說法 是構成刑事恐嚇的 而且他是 有前科這樣做 我覺得 在庭上面的法官 應該是 嚴遲譴責他這個行為 應該是 警告他 如果再犯的話 會怎樣怎樣 是不是應該這樣 你判輕判重 因為他年紀太大 所以不判他坐牢 或者不判其他的重刑 這個就是後話 但是 你不是嚴遲譴責他 而是某程度上 我覺得他是 說他是熱愛社會因政見不同而犯案 是等於鼓勵他這個行為 這個是我對他的評價 即我不會馬上說 什麼狗官 什麼司法已死 因為最近 如果你說司法已死 最近有很多單 如果我數起來 都起碼三四單 類似的案件 是法官真的明察秋毫 裁判官 看了這個 媒體 或者其他閉路電視 或者是一般的市民 放上網的那些影片 對照警察的口供 在審訊的過程裏面 逐樣逐樣去問那個 作證的警察 而問到他口啞啞 然後到最後 就是警察的口供 和呈堂的片段不符 不單止不符 是極度不符 甚至呢 有些說 喂 你不是穿警察的制服 你不肯出示威任證 覺得是老房 那官也都 很嚴詞地指責警察 你不是穿警察的制服 你就應該告訴別人 你是什麼身份 那這些法官 至少有三四單 或者甚至更多這些案件 如果你說司法已經死直 死光了 那些官全部都是九官 如果從這些案件來看 藍絲可能就說他是九官 藍絲就說司法已死 藍絲呢 就甚至是要 成立一些委員會 去監察 這個法庭的判案 哪些法官做錯呢 就要抽他出來 社會公審 或者是立法會公審 這個藍絲的要求 如果反過來 黃絲又要求其他眼中的藍絲的法官 這個整個司法制度 就會永無令人 我自己 為什麼要批評這個法官 就是同樣地批評那個在連龍場 連傷幾個人 其中一個重傷 還有創傷後遺症的 那位失業的導遊 法官說他是情操高尚 一樣 我認為這種 說他是熱愛社會 說他是不同政見犯案 說那個被告人 情操高尚 其實 是同樣地去鼓勵這些暴力行為 是不同政見 你就可以出手去傷人 同樣地去做 那你說為什麼你不去 譴責那些所謂私了 如果大家看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一向是不贊成私了 我甚至是譴責私了 我一向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罵我 說你的左膠 什麼政治潔癖 暴力潔癖 我承認 我也同樣一把尺 去量度 如果我們譴責這些 因為政見不同 而對方作出暴力行為的人 如果同樣一把尺去做的話 無論你是黃的 無論你是藍的 無論你是刺傷長毛 又或者去打那個去執 這個地下的奴障 那個女護士 我覺得同樣地是值得自責 我做人就是一把尺去量度 是很簡單 所以這些官呢 對不起 阿將官 我覺得你這樣的判斷 現在你未判刑 我不是說你應該判重 因為判輕 但起碼你在庭上面說過的話 我個人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符合法律公義的一個評價 對這位 承認控罪 承認傷人罪的這位老公 因為任何一個暴力 我們看回那個情況 無論是因為政見的問題也好 你自衛就不同 我自保衛 為了保衛自己 因為我受到襲擊 為了保衛自己而傷及對方 這個就有得說 有得討論 是不是 雖然都是傷了人 但現在不是 因為你政見不同 因為覺得你搞搞陣 我就 不是用辯論的方式跟你 去討論 去討論 究竟我為什麼不同意你的意見 而是用暴力的方式 今天你可以用暴力去對付一個人 明天你可以殺了他 正如他這樣說 反過來不同政見的人 但大家可以大打出手 因為政見的原因 為什麼不是用討論的方式去做呢 你說今天在黑暴橫行 警暴橫行的情況下 沒得討論 一定是要以眼歪眼 以眼歪眼 雖然 這個說法 有些人都很難駁到他 但問題就是 需要付法律後果 也都是 在行為上 他真是為了法 如果你去指責 一些警察 怎樣 為什麼會去 對付黃絲 或者對付藍 這個 法官為什麼會針對黃絲的話 也都 說這個法官就等於狗官的話 在不同的案件上面 法庭就會成為一個磨心 我就希望可以就時論時 去討論究竟 這位 鄭官為什麼會在同樣這些衝突裡面 大家都是為社會好 熱愛社會 雖然他熱愛社會的方式 或者熱愛社會的政見是不同的 為什麼他會對黃絲 會判這麼重 而對這個白 會寄予無限的同情呢 這就是我要提出疑問的地方 我希望鄭官 可能是判這位白的刑的時候 會回應一下社會 究竟對你的懷疑 你可以怎樣去辯解呢 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 購買頭條本色這本書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 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就叫做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的 可能你會問我身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 保障你的私隱 我也是NordVPN的用戶之一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60個國家 五千多個連接點 遍佈這個美洲 歐洲 亞洲 甚至非洲都有 而且你是這個NordVPN的訂戶的話 你可以同時使用六個工具 一齊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一家大小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 你按一條連結 底下這條連結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三折的月費優惠 三個四五九美金一個月 頭一個月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好不好用